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是日军跟清朝的北洋水师对敌 当时清朝虽然落后 但北洋水师却是世界一流 只因为慈禧太后要过六十大寿 把军饷用于寿宴 结果 北洋水师弹药不济 最终战败 北洋水师之所以堪称当时世界一流 是因为有不少外国人前来培训当教官 比如有个叫菲利奥诺顿马吉芬的人 他来自于美国 却是北洋水师的一员 马吉芬十七岁 就称为海军学员 当时美国的海军并不强 所以他决心到外国闯闯 就来到了中国 马吉芬决定假如中国的海军 当时李鸿章负责北洋水师 听说有外国人加入 就亲自接见了他 双方聊得很愉快 李鸿章专门给马吉芬准备看考试 马吉芬顺利过关 就这样 他成为北洋水师中的一员 担任教习 北洋水师中许多军官都是他带出出来的 1893年 甲午战争爆发前夕 马吉芬打算回老家休息 突然听到战争爆发的消息 他依然取消了回家的安排 专心投入战斗 他给母亲写信说 终日战争爆发 我可能回不去了 这是为了责任 我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到最后 如果临阵脱逃 那就太可耻了 在甲午战争中 马吉芬担任阵远舰的副舰长 黄海战役时 日军的炮火不断轰击阵远舰 舰长很快就牺牲了 马吉芬立马接下重任 命令士兵全力开火 尽管马吉芬带领士兵拼死抵抗 但中日双方毕竟实力悬殊 很快阵远舰被包围 马吉芬被炮弹击中咬的 眼睛差点看不见了 战役结束后 他头上缠着纱布 很快 北洋水师被日军全监 丁汝昌自杀殉国 马吉芬一直是丁汝昌的下属 听到领导牺牲的消息 他大哭不止 立马晕了过去 甲午战争之后 清朝慈禧要找个替罪羊 结果就找到马吉芬身上 他听说清兵要逮捕他 所以立马逃回家乡 离开了他深爱的中国 甲午战争中国失败了 当时日军极力渲染自己的英勇 把中国的北洋水师贬得一文不值 西方媒体几乎都信了日本人的鬼话 就这样北洋水师的象形被极力歪曲 马吉芬看到西方的报道十分心痛 他知道北洋水师的英勇之师 于是 带着残疾的身体 四处宣讲中国北洋水师的英勇杀敌的故事 马吉芬的行为自然不被西方人接受 大家都以为他疯掉了 但他依旧坚持四处演讲 说 北洋水师失败的原因很复杂 需要用冷静客观的态度分析 但在美国人眼里 过程是不重要的 结果最重要 中国败了就是败了 北洋水师不堪一击就是不堪一击 马吉芬见没人能理解他 最终丧失了信心 1897年2月12日 这天使叮入昌亮州 年继日 马吉芬穿上北洋水师的军装 隐探自杀了 他在遗嘱中表示 要在自己的棺果上盖中国黄龙旗 马吉芬为中国北洋水师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临终前他留下一言 中国迟早会在东方重新学起 尽管马吉芬是外国人 但他同样值得我们敬佩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